小丁民居说最近几天自来水臭得很 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很快就来到了小卡家的厨房 果然在水龙头里发现了一缕头发 他冲上屋顶 迅速打开水箱 里面躺着正是小卡的尸体 小丁此刻不顾捧 迅速伸手去捞尸 却发现小卡手里拿了一条项面 大根的名字还刻在这条项面上 但就在这时 大根突然出现在小丁身后 直接给了他一棍门 然后把他推进水箱 幸运的是小丁意识清醒 挣扎了几次后 他浮出水面 小丁还想问为什么 但对方直接关上了盖子 一人一时就这样关闭在水缸里 看着闺蜜的尸体 小丁忏悔说对不起 这时小卡的尸体转向小丁 瞬间让他看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原来大根是小卡的男朋友 那天晚上小美离开后 小卡被铁柱拂进了房间 强制做了广播体操 大根赶过去的时候 一切都太晚了 只看见铁柱躺在他的床上 这时小卡正躲在浴室里哭泣 看到男朋友来了 他把小卡的尸体扔进屋顶的水箱 这时铁柱赶到楼顶 小卡拼命呼吸 并告诉他当时的真相 人是大根杀的 铁柱听了之后很生气 对着大根就是一顿暴躁 但是铁柱打完就跑去救小丁 结果趁铁柱不注意 直接把铁柱推向高台摔死 现在只有诡制到大根的随形 小丁准备被淹死后 尸体突然睁开眼睛 附在小丁身上 大根此时正处理铁柱的尸体 身后的水箱突然剧烈颤渡 这奇怪的场景直接吓坏了大根 很奇怪的姿势 从水箱里爬了出来 大根吓得马上跑了 但楼梯下却站着小卡的母亲 大根进退长来 只能任他宰了 女鬼要把他扔到屋顶上 然后小丁拿起刀 插进了大根的心里 大根箭跑不掉 还喊着小卡的名字 打起了感情牌 你还别说 还真的有用 就在小卡愣住的时候 大根拔刀反杀 还刺了小丁一刀 看到小丁即将成为刀下亡魂 小卡从水箱里的爬到大根身后 这温柔的拥抱 哪个男人会拒绝 大根兴奋地站起来 拼命地想摆除小卡 但小卡牢牢锁在大根身上 拖着他一起从高楼上摔下来 场面相当温馨 大根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东帝 感谢观看